我還是要介紹一下今天工作團隊是這樣 因為這幾天整個鐵花村 台灣有機會就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活動 然後其實都非常擠壓時間 然後技術什麼都非常擠壓 然後晚上還有今天晚上還有活動 所以其實我第一個 我代表自己先謝謝我們鐵花村的工作人員這樣子 OK 第一個是一控師 Look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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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在海洋的那個專輯 第一個人生就是他 那時候他才兩歲 OK 還有那個八台的ABCD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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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我們的辦公室的同仁 還有呢就台灣務基金會的同仁 我其實我每個每個 就是太具細名移的工作 從屏東廠一直到現在 那今天是台東廠最後一個moment 我在這邊真謝謝各位 那還有就是剛剛講的 黃醫師攝影 還有那個林天宇參與商號的攝影 這樣謝謝各位 我就在工作上面謝謝各位 還有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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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可以放點音樂嗎 那個Fookie 有點乾 台灣好基金會 不是 這個太輕鬆了 好嗎 台灣好基金會在 2018年19年開始了 其實已經在鐵花村 那時候鐵花村還沒有鐵花村的時候 啊 2009 喔 對不起 對不起 對 其實就已經開始鐵花村的籌備 然後運作 那時候反而我們啊 還有前執行長徐傑 還有一些社會相關人士 都很熱愛這個地方台東的音樂人啊 還是直播你來講 直播 我覺得我不太會講話 好 繼續 於是就是繼續在這 其實這個是要講給學員聽的沒有觀眾 就是是這樣啦 真的 十二三年前啊 那時候我們剛好碰到一個 八八風災很大 加蘭被淹 唸村啊 很多地方 那 那基金會本來那時候要開始弄鐵花村 說先停 先嘉蘭去 鎮災要緊 對 那時候我們本來要開始做啊 嘉蘭 就八風災先停下來 就是在胡老師 胡德副老師 把那還有很多台東音樂人的分走一下 先不要走 雖然地已經租了 然後 可是我們就先去鎮災 除了嘉蘭還有其他地方 台湾幾星會那時候開始 然後大概到一個地步以後 2010年的 2010年開始 對 所以我們這些朋友就開始 在荒煙漫草當中 開始慢慢整地啊 做這些事情 然後房子 然後音樂器材 其實台東那時候已經很多 你們的阿姨哥哥姐姐們啊 都很會表演唱的時候 就慢慢從過來這邊表演這樣 所以一直到2011年12年 開始你知道嗎 張正月來了 阿妹來了 張安普來了 張安普就是張璇 然後後來就很多很有名的人就來了 就很喜歡鐵花村 他們太喜歡台東了這樣 對 有一個魔力 那個魔力我說不出來 可能其實就在你們身上 你們今天這些人 其實是原住民 可是也超過原住民這一塊 就回到人 基本音樂的這一塊 開始一直到今年2012年這樣 其實從兩年前開始 那個台湾基金會就想說 我們怎樣繼續擴大 因為這邊好像已經 就這個樣子嘛 一直表演一直表演 我們怎樣把這種能量再散發開來 然後硬品啊 硬品就是我們執事長 等一下 大家還是要看一下要知道誰啊 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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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來搞一些不一樣的 我們來弄一個 一個東西叫台灣好音樂 這樣OK 然後就開始一些計畫 延伸台灣 延伸鐵花村之前的一些人才培育計畫 教學計畫 或者是 波羅展演也好 之前的一些活動計畫 然後來弄一個經驗 於是到今年 因為前兩年其實疫情關係 我們沒有沒有太多的動作 進行開始 開始就把這樣的一個 因為人才培訓 其實我們要的人 不要很多 大家其實好好把工作上當做好 因為我相信 你們出去可以影響很多人 沒問題 對 所以這 這件事啦 我想 我想講 其實因為我剛剛在台下 已經開始喝酒了 所以 語無問題 OK 好 我要講 就是台灣好基金會 其實 這個基金會是 一定會 為 我這樣講 我覺得 我自己也有點 不知道 可是 我覺得 滿感動的 台灣應該沒有一個 一個企業會這樣子 就是 只需 support 這樣一個不賺錢 花錢的 賠錢 就是 就是為了做意義 把音樂做出來 謝謝 一瓶 還有之前的許姊 還有我們的柯文昌董事長 Yeah 他很熟來 他出件 大家可能也不認識了 對 OK 這音樂 繼續 那我要講 很好音樂 就我們的Poject 以後 要往外 應該會叫 台灣好音樂 這樣會 繼續往下走 我們的贊助單位是 同心電子 OK 永元基金會 台美電機 台美電機是做 OK 富邦文教基金會 這個就 富華投信 OK 偽創人文基金會 大家都知道 其實台灣很多的企業 其實不管在任何角落 很多事情 大家好像 都會覺得 比如說 資本家跟勞工 好像在 其實不一定 台灣沒有那麼左右 那麼對立 OK 其實大家都想找一些 對的事情做 這 我是不是講多了 OK 這慢慢在講 好 今天在做的 今天在做的 還有上次在 屏東的朋友 屏東的 你們 我們明年 今年11月19、20日 會在鐵花村一個半活動 就把你 今天的展現 跟上次在屏東 在鐵花村做一次 我們一定會好好再 磨練一次 再排練一次 我們為了可能是 明年1月14號 其實 這個計畫裡面還有一塊 就是我們要到台北小 要不 台北流 去北流 這個 比較 比較 北流的表演 OK 好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 這樣 北流不是 不是真的北流 它是為了 其實是為了 這個演出是為了大家 它裡面有一些level很高 肯定有大家 OK 我們再來聊聊 好 我覺得我的 講話直到一個地步 有點沒有長期 那個 回過頭來啦 直播你要不要阻止我 沒有 好 我要回過頭來 謝謝這兩 屏東 台東的 課程設計 阿萌老師 Green Knight 當年的那個阿萌老師 她非常低調 不要看她頭髮白白 她其實 還很難吃 OK 好 還有她的太太 雷雷雷雷雷 好 好 還有台東的那個 課程設計 到現在是 麻奈褲瑞老師 麻奈 麻奈 麻奈跟她的幾個助手 Maple 皮膚 謝謝麻奈老師 我好像還挺想到 好像講完了 是這樣啦 是不是 我們等一下去草地合照 OK 最後一件事 好 謝謝台灣好基金會的 那個熊瑩 OK 我可以把Maple叫一熊 我已經 太多了 然後 謝謝大家所有的人 我們謝謝掌聲 謝謝傑恩 那 對 我們也真的 學員們真的是你們辛苦 但是真的請 真心感謝台灣好基金會 給我們掌聲 給這群老師們掌聲 所有的人掌聲 給你們自己掌聲 OK 好 非常謝謝 那待會要大合照 但是我有30秒時間 這次的學員群 台東籍的 我幫我自己的活動做廣告一下 我們10月開始會拍 會開系列的人臺培訓課程 我們兩隊的時間 會做一樣會做自己的創作 最後會到合集的 合集的錄製 因為是每個六禮拜 每個六禮拜 周六周日都會上課 所以台東籍的會比較思想 對 我歡迎台東 我們到達到